我們今天的三世紀 它有小一千的自然樹裡面 沒有等於 小一千的自然樹裡面 是完全平方樹的 或者是完全立方樹的 那個樹木有幾個 那我們就把它展開 這個等於是什麼呢 等於是完全立方樹的個數 加上完全立方樹的個數 扣到多少 完全平方樹 而且是完全立方樹的話 它一定可以是開六字方的 這等於多少 我們現在來看 完全平方樹的有幾個 現在是從1到99-1999 那一千不算 它能夠完全平方的 有幾個 應該是等於一千號 它給它開根號 它開根號的話 然後再取什麼呢 取那個整數 這樣點多少 這樣是等於10 10 根號10 這10的話 好像3.1多的樣子 根號10是3.1多的樣子 根號10的話 3.16 這大概是3.16 乘來的31.6 取那個什麼呢 取整數的部分就是31 這什麼意思 這意思是說 有31的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從1到999 它有1的平方 2的平方 一直到多少呢 一直到31的平方 32的平方就已經超過什麼呢 超過一千 就比一千大 所以它有31個 然後呢 能夠開三四方的有幾個 就是那個一千 要給它開三方 但是它要小了什麼呢 小了一千 一千可以開三四方沒有錯 不過它因為要小一千 所以等一下把它扣掉 扣掉那一 那個一的話就是一千 一千可以開三四方沒有錯 開三四方 所以這等到 這等於十 那減一 等於多少呢 等於九 這九可等於多少 等於一的三四方 二的三四方 一直寫到多少 寫到呢 九的三四方 十的三四方 剛好是一千 那這個不能要 為什麼 因為它要求小一千 所以有九個 所以有九個 再來我們開吧 能夠開六四方的 是多少呢 就是說你一千 給它開六四方 那取什麼呢 取整數不合 這是可能可以開三四方 十的開平方 這三點一 多少 所以是三個 所以把它帶進來 等到三個 等於是三十一 加上九個 把它扣掉三個 所以 九點三四六 三十一加六 是三十七 所以總共有三十七個 三十八 三十一 六四 一六 三十一 八十二 十二 三十一 六